入業後中正公園籃球場燈火通明 民動運動健身 不過仔細看四周燈光 設置的位置有點怪怪的 這邊近期我沒有發現 好像燈是有改善 只是好像那個燈 它架的位置好像有點問題 就是像它現在嵌在那個樹林裡面 之後樹長出來一樣會擋到那個燈 還是要定期的去修點 所以我覺得這位置可以調整一下 還有就是我們在投球的時候 你真的下去親自打 你就會發現說這個投球 燈這樣照會直接照到眼睛 這樣反而球框會看不清楚 大家可以仔細看那邊 那邊雖然有路燈 雖然都足夠 但是很多都是被樹叢擋住 所以照明設備相對我覺得 照不到籃框那邊下面 所以那個區域比較少人打 那這個部分呢 是因為它路燈的照明 直接照到籃板上面 所以相對於在下場打籃球的時候 有時候燈光會直接照到眼睛有點不舒服 白天實際來到現場查看 卻發現不少照明燈光就藏在樹叢中 仔細看有些設備還不太一致 它這盞燈喔 它其實就位在籃板的一個正後方 所以你在投籃的時候 你就會看到它的燈光是直接照到在你的眼睛上面 所以其實在對運動來講的話 其實這個是蠻不符合使用者的一個設計 那把它畫像上面的這個 另外一個在草叢上面的 在被樹包印的這個燈照 其實光維護或維修的時候就相當的困難 工人他都要拿著機子他一路架上去 其實他們在維護的時候也相當的一個危險 原來中正公園籃球場屬於市政府管理 加上百幅公園管理費用 一年不到兩百萬預算 日前有民眾反映籃球場照明設備不足 市議員張浩瀚邀集的市府都發出會堪 雖然光線不足已經獲得改善 但對於籃球場燈光不符合標準 同時每年維護經費有限 市議員張浩瀚要求市政府對於公園的設備維護 應該編足經費 中正公園的這個運動場域 其實在上個月初的時候 就有接到民眾來反映照明壞掉的事情 當下我本人立即向公園課來反映 但是過了大概一個月之後 這個燈光照明才修復完成 其實據我了解說後面的其實有主要幾項原因 就是因為我們都發出的公園科在維護中正公園 及百福公園一年度的預算只有150萬 但是這150萬在6月前就已經用慶了 所以導致在這一筆在修理相關的預算的時候 其實是找不到錢的 第二個部分的話就是 針對於如果下半年 如果不斷是百福公園或中正公園 一旦發生了 可能需要設備需要修理的時候 現在是沒有半毛錢的 所以我也緊急的要求市政府 從其他地方支付相應的一個款項 來做公園空間的一個維護 但是這邊也要建議我們基隆市政府 尤其是都發單位 接下來在下半年要進行年度預算的一個編列 希望能夠增加在公園維護的一個相關的一個預算 免得在預算用完了之後 真的很多事情是沒有辦法繼續來做的 或者是說未來應該把這一些路燈 或者是路面相關的一個維護的一個工程 那交由市府其他專業的單位 例如像公務處來協助進行維護及管理 這樣才可以改讓公園的一個環境 達到一個隨時都可以是一個設備安全 或者是說可以達到民眾需求的這樣的一個方向 那最後除了現在的公園的一個狀況以外 很多的一個不管是打網球 或者打籃球的民眾一直反應 照明其實是不符合現在運動使用的一個需求 因為這個場地並不是非常專業的一個運動的一個廠的一個規劃 所以我在這邊也特別要求公園科 在今年應該要 應該說在明年要接入一個計畫 就是整個中正公園的一個照明設置的一個改善的一個方案 那把這個照明優化完了之後 一來是可以節省電費 二來是有一個更好的一個維護的方式 三來才可以真正滿足運動人口的一個需求 中正公園籃球場夜間使用率高 但公園維護管理經費有限管理不易 張浩瀚建議市府 編組經費運行少民設備優化 除了能夠節能簡單之外 也能夠滿足運動人眾需求 記得某少民居欄報告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